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手飘来右手船 回做饭的男人最新感 大家好我是小敏 我又来了 黄尖不止炸豆浆 配上青椒会更香 今天烧个黄尖鸡 阿公吃了笑嘻嘻 开干 南七本土特色 黄尖烧鸡 配青椒 准备一个土鸡味 先洗一番菜 做一个SP 再刷个药 鸡味盖刀 这个鸡味是鸡形哈 六个芝麻哈 全部干成大小均匀的坨坨 准备泡姜泡椒老姜 全部切成可可 全部切成可可 泡椒剁碎 再切点葱茄子 208个花椒 准备配菜青椒 切成圈圈 清洗过的黄尖 这就是两大配菜 阿公点火哦 要得开干 鸡肉 锅烧宽油 四层油温下入鸡味花锅 油温不能太高了哈 把这个水分收起来更嫩 再烤鸡皮会不会变黄就会了哈 不能再烙了 烙出来不用 这样吃起来还香一点哈 加入猪油调成混合油 鹿成油温下入花椒 再加入所有的炒料 炒姜和下入豆瓣酱 炒出红油 再放点海椒面 提升蒸香 炒姜和下入鸡块 锅边淋入料酒 下入清洗过的黄尖 不泡哈 这样吃起来有干香味 再加入适量清水 再调入一点点盐巴 少量哈 再来点白糖 提鲜 再来点香醋 炒得更快哈 盖上锅盖四十分之后继续调味 烧到黄尖啪这个酒就要得了哈 下入青椒 翻炒均匀 勾点薄钱 要得了起锅 再来把内淋葱 一份安逸的黄尖烧鸡 送给大家 就是这个青椒黄尖鸡 我后几点评问 你们要个小红薪 你们会给吗 谢谢大家 哎呦 今天假如来客人咯 他们不方便上镜 我们就敲准饼吃哈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了个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